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不只有晶片制成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连带其独创的CoOS封装技术,包括辉达、超微、AMD、亚马逊等科技大厂, 也都选择台积电的一条龙晶片制造服务, 因此带动了台厂CoOS概念股的热潮,也是8月反弹的极先锋。 除了CoOS,全球的先进封装技术,还有苹果所需要的Info及SoIC。 其他如英特尔推出的EMIB、COEMIB、Fovros,及三星的iCube和Xcube等, 也都属于先进封装,不过目前仍以CoOS与Info占大宗。 根据研调机构又的资料显示,目前全球IC封装市场中约44%属于先进封装, 预估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将从2022年的443亿美元,成长至2028年的786亿美元。 该机构也预估到2027年,CoOS产业的年复合成长率CAGR将达10%, 占整体IC封装市场50%以上,摇身成为主流的封装技术。 不过,CoOS是否就此一帆风顺,大幅成长呢? 对此,台新投顾副总经理黄文青指出,CoOS封装技术仍面临四项挑战, 首先,到目前为止,良率仍不够稳定。 其次,CoOS需要更先进的散热技术。 此外,产能不足也是隐忧,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曾在法说会上强调, CoOS需求非常强劲,台积电近年已经扩充CoOS产能两倍以上, 但还是无法满足客户需求。 最后,投入CoOS封装的成本相当高, 使得每片晶圆价格也随之拉高。 如何降低CoOS封装成本,将是台积电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因为有这些隐忧,市场最近传出将原本2026年才要实施的 面板及擅出型封装Fan Out Panel Level Packaging FOPLP技术, 提前至2025年上线。 加上近期台积电宣布摆下群创的5.5代厂, 让市场产生联想,也使得FOPLP题材发酵。 根据经济部的资料显示,FOPLP最大的优势在于, 由于面板是方形,相较于晶圆的圆形,能有更高的利用率。 以12寸晶圆为例,群创FOPLP产线单片面积为700乘以700平方公里, 换算大约为6.9片12寸晶圆。 此外,原先晶圆制成中的基板材质改成面板用的玻璃材料, 也可大幅提升产能与降低成本。 看起来,FOPLP的确有些优势,不过,根据群创的说明, 目前,FOPLP产出的晶片多用于物联网、车用晶片等领域, 并没有使用在AI运算晶片或伺服器处理器等高阶晶片先进封装制成中, 显然技术与效能上仍有限制,接下来需要努力突破。 从过往经验来看,新的封装技术出现时, 设备与封测厂是受惠最大的族群。 因此,与面板相关的设备厂, 如东杰、有微科、泰生、精彩科、群艺等, 封测厂如立成、晶圆电、心拳、锡格等, 可以注意其业绩的变化。 至于面板双弧友达与群创,长线也可能受惠。 台新头顾副总经理认为, FOPLP是长线可以留意的方向, 不过要在一、两年内开始贡献获利仍有难度, 因此暂时已题材试之。 而现阶段建议仍以CoOS概念股, 尤其是设备相关个股,为优先布局方向。 例如,CoOS设备指标股红素, 是以半导体师制成设备及耗材为主力业务。 其还指出,红素不仅是台积电的供应商, 也同时是日月光头控、艾克尔、江苏长电等全球主要封测厂, 以及记忆体大厂美光、micron的供应链, 看好营运成长动能, 渴望延续到2025年。 红素上半年税后纯益年增率达40%, 每股税后纯益13.04元,是历年同期新高。 台新投顾并预估全年获利可达30元以上, 可静待拉回至月线的买点。 面对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台厂先进封装大丰收, 三星之前做出了各种努力,也无济于事。 2023年初,三星电子聘请台积电前研发副处长林俊成, 担任半导体部门先进封装业务组的副总裁。 近日有消息称,该业务组已解散。 有传闻称,中国晶圆厂正试图招募林俊成, 他的下一步行动备受瞩目。 林俊成拥有半导体封装专家的称号。 加入台积电前,林俊成服务于美光科技。 1999年到2017年,林俊成皆效力于台积电, 任期长达近19年。 认为他不仅统筹台积电450多项美国专利权的申请, 还曾为台积电争取到和苹果合作的大单, 对于台积电所擅长的3D封装技术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离开台积电后,他在天红科技SkyTech担任执行长, 丰富的工作经历,帮助他积累了扎实的封装设备生产经验。 2022年,三星成立了先进封装工作团队, 并在2023年正式升级为先进封装业务组Advanced Packaging Business Team。 业内人士当时就透露,林俊成会加入先进封装业务组, 并担任副总裁,日后将负责先进封装技术的开发工作。 不过,业内人士透露,由于该工作组已于近期解散, 成员已回到记忆体、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等部门。 同时,林俊成与三星的两年合约也即将到期, 三星似乎不太可能再续约。 有传言称,中国半导体厂正在与林俊成接触, 但预计它会优先考虑台湾半导体公司的机会。 对此,三星以内部组织重组为由, 确认工作组已解散,但拒绝对人士问题发表评论。 另外,今年5月,作为重组的一部分, 三星还解散了负责开发三星首款可穿戴机器人, BotFit的机器人业务团队。 解散的团队,最初于2021年12月, 从特别工作组提拔, 现在成员要么回到原来的部门, 要么被重新分配到三星研究院技术长 John Kang Hong领导下的特别工作组。 总体来看,三星之所以做出这些重大调整, 与台厂在AI硬体制造独领风骚不无关系, 关键在台积电结合先进制程 与CoreOS封装技术提供的一条龙服务。 尽管股市近期震荡, 但专家仍然看好台积电与相关供应链的中长线发展。 台股在8月初急跌后, 由台积电领军带动大盘反弹, 主因就在台积电有坚强的基本面为后盾, 也是AI浪潮下台场最大的受惠者。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